拿10万块买一只股票 涨到1000万需要多久 答案是半个月 这是正在真实发生的事情 最近爆红的腰股 被称为李嘉诚概念股的上乘出科 股价从发行价7.8美元 最高飞涨到2555美元 最大涨幅300多倍 市值居然一度超过了阿里巴巴 腾讯成为雄冠中概股的霸主 简直是用一夜暴富都不足以形容 这夸张的程度 有运气好买了这只腰股的股民 在网上发铁圈要说 准备告别股市了 明天要带女朋友去买房 还有说辞职去旅行的 还有提前把房贷给结清了 不再做房奴的 而更多的人是被整蒙了 这其他中概股都苦兮兮的时候 他却开启了造富神话 这家上乘数科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我去查了一下 上乘数科的股东是上乘集团 上乘集团最初就是由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和合计黄虎 在2003年创立了一家民营独立投资银行 而上乘数科在招股书中 也提到了这层关系 但并没有去具体的披露上乘集团的普权结构细节 这就给外界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一度被投资人称为是李嘉诚概念股 而且上乘集团还和小米集团有深度的合作 是小米集团2018年赴港上市的联席主成交商 和小米金融合资设立了天心银行 获得了香港金管局当时颁发的 八张虚拟银行牌照中的一张 不过要知道 根据招股书 这家主业做数字金融服务的公司 只有50名员工 2021年财年的收入1.95亿港元不到2亿 虽然净利润1.7亿 也净利润率高达88% 但这疯狂暴涨 仅仅是靠着股东背景的故事炒作 就能支撑万亿市值和万倍市盈率吗 其实早在2020年 长江合计就向媒体披露过 在当时仅持有上乘3.8%的权益 包括今天 长江集团在舆论发掉了多日之后 也紧急发了一份澄清声明说 旗下公司没有直接持有上乘数科的股权 与该公司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 接近10年前就已经出售了绝大部分上乘集团的权益 现在仅剩于当时没有一并出售的 不足4%的极小量权益 目前正在洽谈出售这些股份 而实际上上乘说哥 IPO发行的股份是比较少的 发行数量1600万股 实际募资金额只有1.16亿美元 流通股大约837万股 占总股本只有11.3% 在直线拉升的这半个多月里 成交额和换手率也是非常的低 三月前三个交易日的换手率分别是有0.24% 0.19%和0.06% 筹码过于集中 少量资金的倒腾 将会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 虽然在连续暴跌两天停牌之后 目前的市值依然是在万亿之上 但我想说对于散户来说 这建在沙堆上的高楼最终也只能是烂尾 画语 画语